我们这个上周没播啊 本来今天这个也不 昨天专题都没播 因为这个普天同庆 大家这个别敏感啊 然后这个斗云提醒我 昨天我本来就说 我要开播了啊 突然收到超管的提醒 说你别告诉我 今晚你要播专题 我说要播 那什么专题 我说偶像经济学啊 毕了毕了啊 就不是别播啊 播了找事 好了我说那我呢 我今天要播这个 法国大革命能不能播啊 超管说明日早上等我通知 哎 然后我说行 结果呢 他今儿一天没理我 后来这个我理解呢 就是说应该是可以吧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可以播啊 那我咱们今天就播 我们今天上来啊 因为上一期在喜马拉雅下边 有评论我都读了啊 上次这个有几个评论我都读了 他们说啊 有很多基础概念 你没有搞懂啊 三个等级不是你这样划分的 我们今天一上来 我们先来说一说三个等级 我先回答一下这些朋友的问题 到底是就是你为什么觉得 我说的是不对 你说是对的 说我把三个等级搞错了 其实如果你仔细听了 前面的内容 你仔细听了前面的这五期 我已经告诉过你 为什么我这样分三个等级 因为我已经告诉过你 三个等级在当时 他没有明显的界限 三个等级在纸面上存在 划分了三个等级 和后世的历史研究者 为了研究这件事情 本身他有三个精确的划分 但是在当时很多人 根本就 就他的等级所属 根本就不是一个明确的所属 我们的节目的讨论原则 是讨论实质问题 而且我已经在每一个话前面 都加上了 他实质上是什么什么等级 我们讨论的不是教科书上的 纸面问题 如果仅仅是我们就讨论 这个纸面的第三个等级的话 那你看教科书就都解决了 但教科书能解决你问题 显然他远远不够 对吗 就是你不理解 为什么这三个等级会掐起来 我们今天就既然说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再带家 带家回顾一下 因为有些人 他是从中间开始听 他懒得听前面 首先我们再说一下 第一等级 第一等级 我们现在把它 我们把所有等级 这回我原本给你捋一下 纸面上怎么说 实际当时的情况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 它应该是哪个等级 纸面上第一等级 包括整个神职人员的阶层 传统上来说 它分什么高级神职人员 和低级神职人员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了 这两个级别之间 其实也没有界限 它没有一个正式的界限 说哪个是高级神职人员 哪个是低级神职人员 但是上层的神职人员 就是高级神职人员 它实际上是从第二等级的 这些贵族里头来的 他们是贵族里头的 文职贵族 长袍贵族 在路易十六时期 法国的每一位主教都是贵族 都来自于第二等级 懂了吧 这是第一等级的 这是真真正正的第一等级的上层的教士 这些人 为什么说他们是真正的第一等级 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呀 王权神权双贵族 他们是主教 他们本身就是大贵族 他们又是主教 所以这部分贵族 这部分贵族 它不光在世俗上 它就是法国皇室周边的贵族 它就是皇家周边 跟皇家关系非常近的家族 在神权上 他们也是主教级的神权贵族 所以实质上 真正的第一等级 只有这拨人 这拨人才是概念上的第一等级 当然纸面上上一期结尾 我说了 第一等级选出来的代表们 就是第一等级的代表 他们最后实质代表的是第三等级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 是因为在第一等级内部 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 就是教区的牧师修士修女 这些代表的第一级神职人员 这些第一级神职人员 他们占到了总数的92% 就92%的人都是第一级的这些教士 1789年 这些人的总数达到了13万人 这些人 他们在一开始 他们在18世纪初期 就是一七零几年 这我们之前也讲了 他还能够享受到 比一般劳动者高一些的报酬 他们还算是高收入群体 但是到了路易十六时代 到了1789年的时候 因为他们上面的是谁 是第一等级 是真正的那波第一等级 第一等级要贪腐 要压榨 对吧 要跟13岁的小男孩 要聊天 因为他们要干这些事 所以再加上 这里头的人越来越多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好行业 对吧 这是一个汉老宝收的好行业 所以他的从业人员数量过多 这就导致 这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陷入了什么 无产 无钱 无自主权 他陷入到了一个窘境 所以实质上 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成了无产者 路易十六 为什么要让这些人上台 为什么在选第一等级代表的时候 他鼓励这些人多出来 因为路易十六 因为你看 真正的第一等级是什么 是神权 王权的双贵族 对吗 他们是反对政治改革的 因为政治改革 削弱他们的特权 所以他们是跟路易十六较劲的人 路易十六是希望把这些底层的人给抬上去 然后利用他们的窘境 在第一等级内发动群众 挟制这些贵族 让你们不能随便向我提要求 所以如果你注意听了 我在上一期说的是 实质上 他们代表的什么第三等级 因为他们自认就是第三等级 因为他们在后来 他们最先主动加入的 就是加入第三等级的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 就是这些底层教士 他们是第一个 说我们就主动投靠第三等级 我们就是第三等级 所以他们主动加入第三等级 所以我说 他们实质上代表着第三等级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是我们说完第一等级 我们再来看第二等级 纸面上的第二等级 就是贵族 贵族分两种 这我们前面也讲了 一种是什么 骑士贵族 骑士贵族有一名字叫 配剑贵族就是戴着剑的贵族 这些人他们担任什么 一听就是他们担任的都是武官 还有一种什么 文职贵族 就是所谓的叫长袍贵族 穿着长袍了 这些人大多数担任的是文官 贵族的范围 你记住不包括国王 但是包括国王周围的王室 国王这个人 他是国家产权的持有者 他不算是贵族 他就是个国王 第二等级 当时在法国有12.5万人 占总人口数量的0.4% 这些人我们之前几期已经说了 有各种各样的免税免摇曳的特权 他们有好多好多特权 对吧 也就是因为这些特权 他们是最不愿意改革的 因为一改革就要平权 平权我们就得跟老百姓交一样的税 凭什么 我们都是凭我们自己本事 继承的家产 继承的我爹 我凭什么 所以他们是最不愿意改革的 这一波人你想想 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谁 是第一等级 对吗 他们本身就是出身于这些大家族 然后他们又是干嘛 他们现在又有神权加持 他们是第一等级 所以这部分人跟第二等级的上层 是相通的 他们是一个阶级的人 但是你注意 我们前面说过 第二等级里头有相当大部分人 是什么人 新贵 这些新贵的身份是什么 律师 医生 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 对吗 这些人 他们是因为 因为你的经济在发展 你经济在发展 这些人就出来了 因为有启蒙斯奖了 对吗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成为贵族 前面我们也讲了 路易十六时代 为了解决财政问题 路易十六干了一件事 卖官欲决 这种官叫欲官 他在用这种方式在挣钱 对吗 我现在就公开卖这个职位 这样我能挣点钱 这对于中产阶级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交易比钱 因为他们很多人是什么 都是做生意的人 对吧 都是知识分子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交易比钱 他们可以享受免税优待 这是资本家 或者城市资产阶级 最渴望的身份 或者中产阶级 最渴望的身份 对吗 我有钱 但是我没有地位 现在我交易比钱 我就有地位了 贵族在王室行众里头 他占着最尊贵的职位 然后低级的职位 都是中产阶级充任的 他们本来就是这么一个结构 凡尔赛当时的行政规模 非常的小 整个凡尔赛 其实只有670个雇员 但是整个王室 在外省城市 和在全国有一套网络 就是法庭 公共工程 政府各级 他们雇了上千人 这些人都是来自于哪 都来自于这些中产阶级 就是对于拥有 因为你想想 城市资产阶级 他们都要做生意 他们都有多种盈利手段 对于这些资产阶级来说 最吸引他们 最受尊敬的方式 就是什么 就是买官 我投资回报 非常的高 对吗 因为我有贵族加持 他们还喜欢干嘛 他们还喜欢投资土地 和庄园产业 你没有土地 没有庄园产业 你能跟那些领主去比吗 那些领主 人家出生就有土地 你没有土地 你算个屁贵族 所以他们喜欢干嘛 投资土地和庄园 因为我有了一庄园 我就干嘛 我就封地了 然后我就可以去买贵族去了 对吧 庄园土地 这对于贵族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 没有土地资产 你算不上贵族 这个中产阶级 他们买了大量的庄园和土地 他们就可以提升 他们的社会地位 然后他们甚至有跟贵族 通婚的可能 对不对 其实到了178几年 就是18世纪的80年代 五分之一的领主 都有资产阶级背景 知道吧 就他们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打量的 非传统的贵族 这里头 当时法国有7万个 可以买卖的官职 在市场上流通 这里头 然后这里头最顶级的职位 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857个叫什么 国王秘书 这国王秘书 什么工作也没有 就是你买这个官职 就能成贵族 就能成高阶贵族 所以所谓国王秘书 没有人去国王身前上班去 就国王都没有见过 这857个国王秘书 但是他们 他们就是买 最富裕的资产阶级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成为贵族 那么这样的话 那些老贵族 我们就不方说一下 这老贵族就叫原生贵族 对吧 这个新生贵族 新贵叫第三方贵族 原生贵族 跟那第三方贵族 那你说原生贵族 心里怎么想 所以原生贵族 就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什么 就是追溯贵族身份 咱们追溯三代 追溯五代 这样的话 三代以上不是贵族的 就是爆发户 就是你们家只有两代是贵族 那就是爆发户 那三代以上 那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生贵族 原厂预制的系统 这些新贵 他们是从哪来的 他们就是从第三等级来的 对吗 因为除了第一等级 第二 除了教室贵族 他们就是第三等级 所以第三等级 他们也是从第三等级过来的 他们这第三等级都是什么 城市资本家 中产阶级 他们变身为资本家 然后再成为贵族 但是你要维持贵族的开销 要比维持他们原来 城市资产阶级的开销要更大 所以他们挣钱的方式 仍然是过去的方法 仍然在这个市场上挣钱 这就使得他们代表的是谁 他们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 对吗 他们得维持他们的生意 再往下转 才能够维持他这样的生活 投资行车 才能维持他这样的生活 这些新贵 占了当时贵族总人口的56% 所以上一期我说 只有第二等级 可以算得上是代表了一部分第二等级 但是你也看到了 其实第二等级的头部 就是原生贵族 他们其实是第一等级的人 对吧 他们跟第一等级头部的人是一样的 第一等级的下半部分的人 就是这个低端教士 他们跟第三等级是一致的 第二等级代表的是什么 第三等级头部和第二等级尾部 他们代表的是这些 虽然他们很分裂 他们确实代表了第二等级 我们再看第三等级 这是最复杂的一个等级 纸面上的第三等级很简单 除了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之外 就都是第三等级 全都算第三等级 占了法国人口的98% 但是我们光这么说不行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过 法国社会的构成 其实哪个社会都是这么构成的 法国社会分为什么 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 城市人口里头又分为 城市平民和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因为资产阶级大部分已经成了第二等级了 我们刚才说了 底层教室纸面上属于第一等级 但实际上他们跟第三等级的待遇是一模一样的 资本家和城市中产阶级 他们也是第三等级 但是他们中间的头部人群 他们里头的头部人群已经变成第二等级了 这部分人是第三等级里头 资本家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表 就是成为了第二等级的这些人 他们主张平权 因为只有平权才能平等的分配财富 才能更加有利于市场 那么对于他们都是起家都是工商业 对于工商业来说 这才能有更大的市场空间 更多的劳动力参与 这就仍然处在第三等级的这些小资产阶级 第三等级头部位置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最后边农民的利益没有人关心 你记住就法国大革命里如果有人关心了农民的利益 那就没有法国大革命了 至于真正的第三等级没有人关心 我们之后会讲到罗伯斯皮尔的 就是他们这些中产阶级律师的主张 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些律师阶层究竟代表的是第二等级 还是第三等级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期的最后说 我说第三等级实质上代表着第二等级 再重申一遍 如果当时的法国社会结构真的就是 我们就能简单的把它按照纸面上的 三个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 我们就能划分明白的话 那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了 那还隔个屁命了 革命之所以会发生 就是因为这三个等级中的代表 都不代表自己的等级 他们代表 如果他们每个人都代表自己的等级 那矛盾就通过民主的方式就解决了 那还隔什么命了 对吧 也就是因为三个等级的代表 他实际上的目的高度重合 然后后来才有了国民议会 才有了攻占巴士抵御等等 一系列这个事件 也再说一次 我们的节目讨论的是实质的问题 我们是要把书本上的话说明白 说人话给大家讲透 不是念一遍了事 所以我们就是你跟我说 你没搞懂这个基础看见 我不会没搞懂基础概念 就给你开这个专题的 很多朋友是从中间开始听 没有完全听前面的分析 就抛出质疑 这次我们就帮大家捋一下 也希望各位在提出问题前 一定要先仔细去听前面的部分 你要先认真的听 你听完了 你实在搞明白 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我还关注到了一条评论 说我这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史观 听我节目怎么听出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就各位帮我手动黑人问号一下了 我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怎么 我认为聪明人是使用对方的理论作为武器击倒对方 这叫做聪明人 但是不够聪明的人往往以为除了他自己以外 别人都是一伙的 我觉得我话就只能说到这儿 如果你听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史观 那说明白听了 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还是接着讲这个故事 我们接着说三级会议 召开三级会议的兴奋 三级会议终于能开了 对吧 但是没有能平息人民的怒火 超过25岁的巴黎人里头 只有1%有资格参与第三等级代表选举 对吧 你想想 都说了 说人民当家做主了 什么 我不算人民 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我不算人民这个事 怎么才能当人民 什么 我得挣这么多钱 我才能叫人民 所以一下大家全都疯了 工薪阶层好几个月 就用愤怒的怨言小册子 在咖啡馆里演讲 就表达他们对政治进程的不满 太过分了 说是让我们选举 合适 我们都没有选举资格 4月23号 挺有钱的 做强制的制造商 雷维勇 他在巴黎的一次 第三等级的会议上 他就无意之中 他就提到了 他说参与选举 我认为各位素质还不够 法国国民素质还不够 大部分人不配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所以他建议说咱们加一个工资限制 不能什么猫什么狗都来参加选举 得我收入门槛 你看 这是第三等级代表 他是第三 雷维勇是第三等级代表 请问他代表的是哪个等级 他代表的是哪个等级 他这个话是代表第三等级的吗 显然不是 对吗 结果 那你想想他说这种话 很多人 我本来我就 我以为我都翻身当家做主了 合适好 没我的份 所以他的言论 立刻遭到了普通百姓的抵制 愤怒的人民群众走上了街头 然后就在圣安东的郊区 引发了一起叛乱 到处都回想着 西耶斯的小册子 第三等级是什么 打那高喊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人们就勾呼着 第三等级万岁 自由我们不屈服 你想想 巴黎就在凡尔赛门口 我们说凡尔赛在巴黎门口 巴黎也在凡尔赛门口 巴黎闹出这种事情了 法兰西亡国颜面合存 于是国王亲自指示 上军队 撵过去 这次叛乱 遭到军队的无情镇压 这一次死亡人数高达300人 当然这没有具体的数字 官方给出数字说弄死了300人 但实际上有人估计说可能高达900个人 这是1789年发生的最血腥的一个事件 比攻占巴尔里域还血腥 这次流血事件就发生在三级会议 马上就要召开两周之前 你想想 这马上要开会了 结果你国王派军队去镇压了人民 杀了300个人 这个时候别忘了还在闹饥荒 食物在短缺 物价在高涨 外省也坐不住了 外省也开始频发暴力冲突 4月24号到4月25号 奥尔良爆发了持续30个小时的骚乱 是因为食物 愤怒的人民群众 冲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人 他叫李母 冲到李母家的产业里头 轰抢他的粮仓 然后抢完了你就抢完了 还把他的房子都给烧了 于是李母 他很生气 他就告官了 他说好汉不告官 但是李母不是好汉 李母告官了 作为这军队一看 这还了得了 你当时你该抢政府了 所以军队毫无留情的镇压叛乱 这一次镇压在奥尔良 造成了96人死亡 就是在凡尔赛召开 在凡尔赛召开这三级会议的 当天1789年的5月4号 南部城镇 有一叫利木的地方 800人强迫官员打开粮仓 分粮食 然后要求政府停止捐税 停止间接税 然后洗劫了收税官的办公用地 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抢走 然后把所有的账本都扔到了奥德河里头 因为一些地方上的选举 一直在拖延 选不出来 对吧 因为第三等级都懵逼 怎么选 我们也没有行使过我们这权力 我们这一帮农民 我们没嫌妥行使过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干什么 所以三个等级的1200名代表 在5月4号三级会议开幕的时候 只来了800个人 上海人都还没来 好多人还没有选出来 罗布斯皮尔很幸运 他被选出来了 他就跟其他很多的代表一样 他是第三等级代表 虽然他是个律师 但是他是个第三等级代表 然后他从外省 马不停蹄的赶到凡尔赛 等他抵达凡尔赛的时候 他兴奋的发现 虽然资产阶级代表们 大家语言不通 说着不一样的语言 但是他们都在干嘛 他们都在说国家 公民 责任 平权 宪法 大家都在说这些 他觉得很兴奋 然后当时就有两位代表 先驱的代表 一个是霞拜烈 一个是朗瑞奈 两个人 就是他们先驱 他们一到巴黎 他们就弄了一个俱乐部 就是说把这些改革派 都拉当劫 或者探讨改革 他们就在王宫不远处 有一个叫阿莫里咖啡馆 就成立了著名的 布列塔尼俱乐部 因为这两个人 都是从布列塔尼地区来的 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 布列塔尼俱乐部 很快 这布列塔尼俱乐部 因为大家都是在探讨什么 平权 国民议会 然后很快 像什么西耶斯 迪波尔 巴纳夫 然后罗布斯皮尔 这些人 纷纷 他们都不是布列塔尼人 但是他们也都加入俱乐部 大家都很兴奋 每天都在讨论 如何限制王权 的暴力事件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三级会议还是要开始了 三级会议的开幕式上 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 穿着华服 穿着跟他们身份相辅的 非常华丽的服饰 但是就这一件事 就触怒了第三等级代表 为什么 因为第三等级代表 要求他们穿什么 黑布上衣 白色长褂 就看起来非常的不和谐 有一个代表就说什么 你们颁布的法律 简直是奇怪可笑 我们看起来像奴隶一样 你们看起来像王公贵族 他们本来也是王公贵族 我们看起来跟奴隶一样 怎么能让我们穿白色丝袜 我要穿肉色的 哪说我要穿蕾丝的 反正就是这样 进入会场之后 结果大家惊讶的发现 投票程序 之前一直在说的投票程序 到底是三个等级 分别开会 分别投票 还是说大家凑在一块 一起投票 这个意义可不一样 因为对于第三等级 第三等级的人员最多 人数最多 如果大家一块投票的话 那么第三等级就会干嘛 就会唱主角 但如果说你分开投票的话 那么第三等级 人数就没有优势了 对吧 所以大家惊讶的发现 到了这个时候 路易十六竟然还没有决定 怎么投票 他竟然还在犹豫这件事 这路易十六的开幕 那演讲吧 对吧 他致辞 他的演讲 感谢鲁蛋的大肥筋 感谢鲁蛋的大肥筋 路易十六这个演讲 在表面上听着 哎呀 非常的带劲 非常的 挺好 整挺好 在这个开幕致辞上 他说 各位 今天老少爷们都提聚 凡尔赛 可这说点啥呢 大家大胆改革 要敢说 敢提意见 做的不对 我们就要接受指责 不要堵群众的嘴 要打鸣打放 百花齐望 各说各 这这开幕致 大家听得挺挺好 可是大家都觉得奇怪 你 那到底咱们怎么表决 说的挺好 但我们说的话有用吗 没有用 你没有说这个 到底怎么表决 我们说的干嘛 而且说归说 他做也不是那么做的 他上来 他治完词以后 他说我看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 三个代表 就分会场 咱们就分会场 核定身份之后 分开讨论 对 你是说了 敢说 敢提意见 做的不对 要接受指责 不要堵群众的嘴 要大明大望 是 但是最后来一句 三个阶层代表 分开讨论 这一下 就让大家看出了 已经有苗头了 看来国王 他偏向于各个代表层 分别投票 如果是这样的话 第三等级的数量 就完全不是优势了 他们投了也白投 国王在三级会议开幕的时候 没有明确的表态 没有打破常规 这是路易十六最大的失误 但是他当时 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 他不可能满足第三等级 其实是第二等级的要求 这样也许是能解决财政问题 但是代价是什么 牺牲掉自己的王权 对吗 因为你如果满足第三等级 去平权的话 相当于什么 成立国民议会 这不就立宪了吗 这不就君主立宪了吗 那他就没有王权了 代价就是牺牲掉现有的贵族 王权这个支柱 他本人恰好是这个体制的最大受益者 他最有钱 对吗 路易十六内心深处的改革愿望 就伴随着他的沉默寡扬和胆气 他想的改革是什么 自己不放权的情况下 让第二等级拿出钱来 我割你们的韭菜 对吧 我让你们这些贵族吃了的再给吐出来 在私下里 路易十六就向他的这些高级情臣 就坦白说 他说 他支持在一个统一的议会里头 核实代表身份 但是 他尊重贵族应该分开投票 这样的话 第一等级 你想想 188票赞成 46票反对 因为只有46个主教当了代表 路易十六认为底层的教士都会支持自己的 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提拔上来 所以都会支持自己的 他是这么说 就我支持大家在一块开会 但是我应该让他们分开投票 这个想法得到了教士的支持 但是教士经过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什么 133票支持 114票反对 你看有一半的人是反对的 路易十六在勉励维持艰难局面的同时 这个时候七岁的王太子路易约瑟夫 因为肺结核死亡 国王在这个时候突然就陷入了悲痛中 心情一下是不好 但是此时革命的暗流在涌动 最后国王同意了 贵族提出 你这不是贵族吗 投票 这通过了 三个等级分开投票 这一下不好了 三个等级分开投票 第三等级代表炸锅了 第三等级代表开始拒绝参加正式讨论 而且有一些政治人物开始通过不参与讨论 不与会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他们的政治立场十分的坚定 一致认为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在这一点上就得到了一些特权阶层里头的改革派的支持 6月13号 三个从普法图省来的教区教职第一级教室 他们直接公开宣布 我们加入第三等级 既然你们都不同意第三等级 大家在一块投票 那好 我们不当第一等级了 我们直接加入第三等级了 第二天又有六名成员宣布加入 就是都是第一等级的 宣布以教室身份加入第三等级 6月17号 第三等级的代表发布了一项革命性宣言 我们不再讨论 我们现在开始不再讨论 三个等级在一块开会 在一起投票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要讨论 根本就没有什么三级会议 我们要开的是国民议会 只有开了国民议会 这国民议会里不分等级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不分什么贵族 不分平民 他们就是通过民主选举 然后大家坐在一个屋子里来表决 只有国民议会才有权反映和表达我们的民意 这样一下 本来应该代表第一等级的教室阶层 直接就分裂了 因为你别忘了 教室阶层当时是什么 第一等级投票 133票赞成 114票反对 这114票直接就分裂了 那好 既然成立国民议会 我们都同意 第一等级这些教室 他们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 149票赞成 137票反对 改变政治立场 直接整个底层教室团体 加入第三等级 第一级教室代表 跟主教代表在观点上存在巨大分歧 在他们到巴黎之前 这些人 就是低级教室 仍然相信 说这些主教们 他们应然是教室 他们会维护教廷的利益 他们会维护我们多数人的利益 但是很快就发现 这些上层教室 根本就没心跟他们坐在一个地方开会 这些人都是怎么上去的 那都是精通全谋的阴谋家 他们才能往上爬 这些上层教室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所以他们时刻准备着剥削 甚至毁灭人民 不是为人民着想 所以这帮低级教室一看得了 我们直接加入第三等级了 你们自己在这玩吧 我们自己走了 这一下 路易十六本来拉拢过来 打算当枪用的教室们 底层教室们 直接成了第三等级的真正代表了 他们原本就代表了第三等级 就是他们现在真的成了第三等级了 原本第三等级的代表 都被第二等级控制着 第二等级的代表 本身就来自第二等级 这就相当于三级会议还开个屁 还开到现在就成了一什么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联合议会 这就不好办了 这不就是国民大会了吗 于是路易十六跟那些原生贵族们 就是第二等级头部的这些贵族们 传统贵族们就开始慌了 他们就开始干扰这些人进一步组织起来 因为他们越来越成团 对吗 这一下就把整个王室跟第一等级就架空了 6月20号 这些代表们 他们准备什么 因为原定说6月23号 王室成员要出席全体会议 6月23号开庭 就是开这个会之前 到6月20号三天前 所有的代表们要提前要开一个会 你从那些探讨 就说咱们开什么会 6月20号这些代表 他们到场的时候 他们发现 他们开的那个会议室被关了 这个就有人从中作梗就被关了 但是集会这个东西 重要的是人 不是在哪 既然人都来了 那还没有地儿开会 于是那得了 那时候大家忍一忍 就别坐着开会了 咱们这会议室没有 他们就找了一网球场 就在一网球场就开上了 然后大家在这次会议上 大家首先愤怒的谴责 这会议室不让我们开会是谁干的 这肯定路易十六干的 对吧 没有别人 为什么法尔赛的宫殿不打开 所以这肯定是主办方办的 这肯定路易十六干的 所以他们在这会议上 非常的愤怒 然后大家七嘴八舌的 就说得了 咱们也别跟路易十六商量 咱们直接国民议会 咱们就先选出议长来 咱们国民议会 今天就成立 于是他们就选出了 著名的天文学家八一 不是那八一老爷 八一 把这八一选出来 他就作为议长 然后这就宣誓 八一就宣誓 我们有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我们一定要成立国民议会 我们一定要让路易十六 君主立宪 我们一定要推动宪法 然后写了一个宣言 召集国民议会 是为了亡国书写一部 统一的宪法 重建公共秩序 维护王权的真正原则 国民议会宣告 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继续讨论 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讨论 都可以重新建立 最后 国民议会的成员在哪聚集 国民议会就在哪里 就是你锁门 你锁门 你都把门都锁上 我们在外面开会都没事 反正我们人到了 我们就是国民议会 这是很正常 对吧 一个政府 你没有人 你再说我有地 我有政府大楼 他也没有用 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看一个政府 你要看人在哪 第三等级的代表 做出了革命性的举动 本质上是要求 法国所有的等级 都加入到第三等级 这样 从今以后 一个由代议制的议会 和一个君主立宪的君王 统治的国家 就会成形 这是一项非常大胆 非常冒险的这个举动 对现有的这个政治体制核心 会发动革命性的挑战 因为这里有太多的 既得利益者了 路易十六在全体会议上 犹豫不决 他实在是这个 哎呀 这很害怕 这个很正常 要分王权了 那当然会犹豫了 对吧 任何人也不会轻易的放开 到手手里正抓着权力的 更何况他是个国王 所以他在6月23号 这个全体会议上 他再次强调 三个等级要分开讨论 这个时候他没什么选择了 他只能尽他所有的权力 尽力阻止这三个会议 三级会议变成一级会议 也就是变成这个真正的国民议会 他必须要下全力去阻止 当时这个仪式总管 德勒布雷泽侯爵 就像这个巴伊 巴伊就是议长 向巴伊议长和国民议会 就传达了路易十六的旨意 但是当时这个米拉波 突然就站起来反驳 去告诉你的主子 我们来这儿 是代表了人民的议员 只有用刺刀才能叫我们逼退 不听你的 虽然路易十六很想给他们刺刀 但是他不敢 因为什么这个矛盾 不能进一步再激化 况且防尔赛当时也没有那么多刺刀 因为部队都在外边 他要调他得调 所以这个时候 路易十六就说就没有刺刀 咱们先缓一步 同时他开始调兵 当天晚上路易十六 开始发了一份意见声明 这就是软化了一点 安抚一下群众 承认说三级会议将会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 但是他仍然叫做三级会议 他不叫国民议会 三级议会将来什么都可以讨论 包括可以讨论征收废除税收的权力 可以讨论 大家都好说 大家不要那么激动 他就表达 他说我也非常希望让法国赶紧脱离财政困难 我现在我也想改革 我也知道赴税比较沉重 我也知道这个严税很多人是不交有特权 所以我是想促成在一个统一的税收体制下 纳税 让大家所有人纳一样的税 同时还要保留十一税和所有封建领主的权利和义务 这时候人们惊讶的发现 路易十六原来你是明白事的 你这不就是大家需要的改革计划吗 可是你早干什么去了 如果说三级会议开幕式上 你就把这份改革计划拿出来 那么或许大家还会听你的 可你要知道这里头有很多人 你比如像罗伯斯皮尔这样的人 他就是憋着闹革命才来参加议会的 对吧 你现在才拿出来 已经晚了 况且你还阻止了 你还多次阻止他们开会 对吧 你还给国民议会 你还给他们出难题 所以你现在拿出来已经为时已晚了 于是第三等级 现在最高长官已经回话了 对吧 你们该消停了吗 不 三级会不为所动 因为这没有达到他们的初衷 他们的初衷就是什么 现在就是君主立宪 已经从什么 已经从平权 现在这个事情上升到了君主立宪 这是最让路易十六担心的事 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时候 一下就不行了 因为很多的传统贵族突然发现 你路易十六 你要改革 你就要割我们的韭菜 对吗 我们本来就反对这件事 我们本来就讨厌你 现在第三等级开始反你了 那么不管割韭菜这件事 我现在就说 我要站在第三等级 反王权 这事情很好 所以传统贵族一下就倒戈了 就在第二天 路易十六的这堂兄 叫奥尔良公爵率领47名自由派贵族 加入了第三等级 这不奇怪 因为自由派本来就是什么 就主张启蒙思想的 而且在这些传统贵族内 本身就是反对改革的 对吧 现在路易十六 你已经明确表态了 就说明他已经下定决心 要把大家都当韭菜割了 那既然你要割 那不如我们一起站在韭菜堆里 弄你 对吧 所以这帮贵族的倒戈 一下就坚定了第三等级的决心 第三等级看到了希望 你看这些贵族现在也翻脸了 到了6月27号 对于路易十六来说 大势已去 他只能接受既定事实了 就是他就命令 那干脆这样吧 所有的其他贵族代表团 现在都不代表你们的等级了 全都加入到统一的国民议会里头 三级会议没有了 咱们以后咱们从下开始就开国民议会 第三等级取得了表面的胜利 但是路易十六 我刚才说了 他想给他们刺刀 但是他身边没有刺刀 这个时候他开始快速调兵 他开始准备玩阴的 很快第三等级就遭到宫廷的反击 因为路易十六最后的这张王牌 军队还攥在他手里 不过其实你想想也知道 军队这张牌并不保险 对于路易十六来说并不保险 因为他打错了算盘 军队的将领是哪个等级的 都是第二等级的配件贵族 我们之前的一期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对割韭菜 对贵族平权这事 反响最大的谁 就是这帮配件贵族 他们有功勋 对不对 这些配件贵族 他们都是要掏钱 你的改革力都囊括我们 这哪行啊 所以这些人 他们也不会去听路易十六的话 唯一的 亚克内克 他是当时唯一的非贵族大臣 如果你记性好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 他刚刚担任了财政总监 他正准备取消掉这些贵族们的特权 贵族们恨他恨得牙痒痒 可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以及底层人民群众非常的爱戴他 这也不知道是因为他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就肯定是为了表态 因为这个6月23号 对吧 我就用这种方法不出席会议 但是他也没给出什么具体理由 我就是不出席这个全体会议 我就气你 这路易十六就非常的生气 他就揪住了亚克内克 没有出席这个会议的这个茬 于是他在7月11号宣布 亚克内克这个人不听我话 对吧 所以他宣布解除他的职务 亚克内克被解职了 这直接就造成了第三等级代表 强烈的不满 因为什么 因为亚克内克是个非贵族的大臣 对吧 他自己 他是为了这个第三等级站台 他是挺国民议会的 所以这个你把他解职了 国民议会非常的不满 很快 他们就开始动员 他们在巴黎的力量 就传话到巴黎 巴黎市民刚开始上街 抗议游行 纷纷上街 整个巴黎沸腾了 这个时候 路易十六 郑重路易十六的下怀 开除亚克内克 是他当时认为 激化矛盾的最好方法 激化矛盾 就可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就可以让军队合理合法的干预暴动 然后顺利 顺手就处理掉这些国民议会的议员 当然从路易十六的性格上来看 他应该没有在当时这么快 做出这么果断决定的能力 因为你想 就光个投票 他都犹豫那么半天 他很有可能在当时想的是 我先把军队调到身边 这样我安心 我看着这些枪 我安心 我看着那些炮 我就安心 我就能睡着觉 接着两万名士兵被从外地调来 然后进驻了巴黎 这个时候在巴黎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传言 就说军队进巴黎了 现在要镇压了 大家都要小心点 但是这些士兵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是路易十六用来什么 他镇压是稍待手的事 他有可能是来占领和解散国民议会用的 代表们没有被解散 一方面是因为路易十六当时还在极力的避免冲突流血 因为他不太敢 另一方面是什么 数千名巴黎劳动者的集体行动 他们认为工程准备对这些应用的第三级代表要发动阴谋 所以他们在大声的呐喊这就让路易十六不敢轻举妄动 让因为大家都保持着警惕 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个时候巴黎还在饱受什么 饥荒物价的困扰 巴黎人民的怒火 然后也随着物价的上涨又再次高涨 当时四帮中的面包从八苏已经涨到了十四苏 翻了快一倍了 买面包的钱 达到了工人工资的70% 人们越来越普遍觉得说这是什么 这是路易十六干的好事 他正在用这种方法削弱我们的抵抗能力 他正在动员这些传统贵族 故意囤积粮食 然后不放粮食到市场上 然后他在用这种方法在干扰我们 这个第三等级代表 干扰我们的代表在这个国民议会开会 最开始这些巴黎人的反抗 他们是干嘛 他们主张这个理性非暴力 他们不暴力 他们主张这个口头 他们一开始用这个集会啊 游行用这种方式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想给政府留下镇压的口实 他们不想刺激政府 但是到了七月初 随着这个事态越来越升级 最后就达到了这个 最后就又出现了这个暴动 一万多名群众就释放14名 之前不服从命令被关押的这个士兵 直接的把他们给救出来 就把他们都给放了 雅克内克被解职 7月11号 这个时候代表们一鼓动 直接就加剧了整个巴黎市的骚乱 抗议开始从游行 什么有限的暴力 直接升级为什么 起义了 当时巴黎人民就说 我们就起义了 最开始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抢钱 抢粮 抢娘们 就是巴黎的税收 抢钱 对吧 税收银行 粮库 娘们倒没抢 就是最开始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巴黎新建的收税站 这收税站 这就是拱火 这些收税站 你现在还能看见 巴黎城墙上有很多的收税站 巴黎收税站非常气派 你想你收税 你还把那个东西修那么气派 那么漂亮 1785年到1789年 7月巴黎一共修了55个关税收税站 54个在26公里长的巴黎城墙的周边 个顶个的漂亮 就怕人民群众不恨他们 收税年能那么嚣张 结果这导致什么 7月7号到17号 40座收税站被破坏或者摧毁 只有北边的收税站都留下来了 然后抗议者开始受到 街头演说家的煽动 德木兰 还有德木兰在罗亚尔宫外边 富瓦咖啡馆的一张桌子上 开始频繁的向群众 发表滔滔不绝的革命演说 7月13号 起义终于开始了 在罢免了亚克内克的两天之后 起义在沙滩广场上爆发 沙滩广场就市政厅外边 一个巨大的广场 每天早上人都聚集了 找日工的三河大神 三河大神不是每天去 三河人才交易市场 当时沙滩广场就是干这个用的 就是说每天日节 找日节工 然后在那转一转 找一工作 现在这是游行和罢工的地方 6月刚举办圣仗烟火 吸引着人们过来饮酒作乐 这个地方也是公开处决罪犯的地方 到了1789年7月 这成了叛乱人群聚集的地方 大家就在这起义了 巴黎的第三等级的选举会议里的 他们分为理性派和激进派 分为两个派系 理性派当时是绝大多数 因为你看巴黎人最开始的反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们是以什么游行为主 所以这些理性派 他们当时还能控制住局势 理性派就为了维持秩序 怕激进派上街打砸抢烧 所以他们就搞了一支叫市民自卫队 目的是尽量约束起义群众 但是很快他们的力量根本就维持不了秩序 结果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说我们之所以维持不了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武器 然后他们就跑哪 他们就跑圣拉扎尔修道院去找武器 结果他们跑到圣拉扎尔修道院 打开地库发现那底下堆满了谷物 结果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是什么 他们本来是维持秩序的民兵 他们全都愤怒了 他们已经饿肚子饿了很久了 结果修道院是谁 第一等级的对吗 修道院的贵族竟然在底下囤积粮食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传言不是假的 贵族正在利用饥饿 迫使第三等级屈服 这样一下 本来是来维持秩序的民兵们 他们也失控了 大家情绪突然就非常的激动 于是这些人 一下就开始四处收集武器弹药 他们跑到制枪工匠 然后强制制枪工匠上交他们武器 他们甚至占领了荣军院 然后获得了少量的弹药 但是这些武器和弹药 跟军队正规军作战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就不知道哪个小机灵鬼说 我知道哪是弹药 圣安东这个郊区有一个巴士底玉 巴士底玉那儿不光有大量的武器弹药 而且干嘛 这巴士底玉贼坚固 咱们只要把那占领了 咱们可以控制整个巴黎东部 更重要的是什么 巴士底玉是王权的象征 那是关着好多的政治犯 这小机灵鬼 这大家都觉得有道理 走走 既然有了目标 有了愤怒的民众 那还等啥 7月14号 8000名武装的巴黎市民 当然这武装很简陋 就是待会我可以给你念一念 这个片段 有一些技术的片段 就是拿燃烧瓶什么的 这就武装市民 8000名武装市民 对巴士底玉这座堡垒 展开了围攻 当时巴士底玉的 这个守备司令 劳奈侯爵 他当懵了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就 怎么就突然就好 这么多人就过来 这我招谁惹谁了 你这打我干嘛 但是他拒绝投降 因为这就暴乱 他也不知道怎么情况 所以他下令关门 关门以后 也没有人出来跟他解释 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群最开始都冲到庭院里了 他开始命令士兵开枪 然后直接在院子里头 枪毙了100个起义者 然后关门守住 就在这样激烈的攻防战役中 杀人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效应可不是特别好 巴士底玉的守军是什么 是正规军 那个起义冲进来的群众是什么 是平民 他们射杀平民 这是有非常震撼的视觉效果 和心理影响的 起义军都是民兵 民兵被正规军射杀 哎妈呀 官府打死人了 这个消息迅速开始传播 这个政府打人了 然后这个平民就更加的愤怒 好 他们竟然向我们守无寸 但是他们不是守无寸 但是他们竟然敢向平民开枪 他们明明可以投降 他们明明可以放我们进去 他们现在却对着人民开枪 他们不是法兰西军队吗 他们不是人民的军队 他们不是应该保护我们吗 他们现在怎么在杀我们人民 所以这些人一下这个效应就起来了 在这样悲壮而下正义的这个事态传播下 法兰西卫队的两个小小队就倒戈了 法兰西卫队就是法王的亲卫队 法王在境内叫法兰西卫队 在外边还有一个瑞士雇佣兵 这个卫队 瑞士雇佣兵是在法国境外的卫队 亲卫队 然后法兰西卫队就是境内的 这是精锐部队 法兰西两个小 法兰西卫队两个小队直接倒戈了 加入群众的行列 他们也是正规军 他们有完整的装备 于是他们就把大炮 对准了巴尔里域的大门 这个时候向劳奈侯爵高喊 咱们法国人不打法国人 你投降 劳奈侯爵一看 我靠 这怎么要冲我打炮了 他们没有那么重的兵器 所以劳奈侯爵没有办法 他就他说 那得了我投降了 但是这劳奈侯爵投降了之后 他可惨了 我们先不说他 有一些记录 记录下了一些 就攻占巴士抵御的 662名攻占者名单 有非常详细 当中有很多人是资产阶级 包括工厂主 包括商人 包括76名士兵 其余的都是典型的普通人 来自30个不同行业的小商小贩 工匠劳工 49名木匠 48名橱柜匠 做橱柜的 41名锁匠 21名鞋匠 11名酒商 10名理发师 和假发制作者 巴士抵御的攻占者 几乎都是男人 但是有一名女性 就是沙尔彭蒂耶 沙尔彭蒂耶 据传沙尔彭蒂耶 应该就是你现在看见这张封面 就是自由引导人民的原型 但是他还有其他原型 这个据传这是原型之一 但是也有一些参与者 就是什么 就是也有女性参与者 比如说马格丽特 皮奈格尔 他干嘛就是他后方支援 他尽量他丈夫受伤了 跑向几个酒馆 然后干嘛去那酒馆拿酒瓶 酒瓶又完整的又破损了 他们干嘛就把这个酒瓶 塞到那个法兰西卫队 那个炮筒里头打出去 就是他们就是用这种武器 你可见啊使用这样简陋的武器装备 跟这个正规军交战 然后又被正规军射杀了那么多人 你像这场战斗 谁是正义的一方 谁是邪恶的一方 这太有传播性的这个战役了 这就是为什么攻占巴士底约 在法国大革命里头 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 直接引起了一场政治地震 这个地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凡尔赛的法王 已经不是一个合法政权 他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了 人民已经起义了 组织起义的是国民议会 国民议会通过组织这次起义 获取了合法性 执政的合法性 而且这次起义等于什么 全国的人民都站在了路易十六的对面 这个起义是由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 一起筹划 虽然精英阶层还有诸多的分歧 他们每个人想都不一样 但目前到目前为止 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结束路易十六的统治 剩下的分歧 咱们以后再说 甚至以后不说都行 把你们都杀了就可以了 现在控制巴黎的是一个新的市政府 和一个公民民兵队 就叫做改名叫做国民卫队了 国民的议会的议长巴依 直接被选为巴黎市市长 然后国民卫队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 由法国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 英雄拉法耶特侯爵 亲自担任指挥 7月17号的早晨 路易十六最小的弟弟阿图瓦伯爵 跟他老婆 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 就跑了 不是他老婆 这个情人 俩人化妆出逃 离开了法国 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发现什么 有可能 法国宫廷已经陷入到了危险境地了 就是说可能生命会受到威胁了 所以你看他直接就跑了 他跑哪的 跑到了都陵 然后在那搞了一个流亡宫廷 很多法国流亡人士 就都跑到那个都陵 去那流亡去了 波旁伯爵的飞地 然后在那流亡去了 在同一天 就路易十六这个7月14号 象征性的巴尔迪玉被攻克 这路易十六 他为了保命 他也开始软化态度 他现在看起来 事态已经失控了 他控制不了了 这些暴民很有可能 现在冲到法尔迪赛公里 把他杀了 这都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毕竟现在连亲卫队都倒戈了 所以当时国民议会 叫他说谈谈吧 他这个时候知道 这也没什么选择 所以他前往巴黎去谈谈 他同时命令所有的军队撤军 然后召回雅克内克 对不起 之前把你开除开错了 我们现在恢复你的职位 7月17号 国王在市政厅前 接到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 国民议长 巴一代表选民 向他成交了一个著名的三色灰 路易十六把这三色灰 这三色你不用看 知道哪三色 红白蓝 中间白就是波旁王朝的白 路易十六把三色灰 戴在自己的帽子上 表示 我服了 我服了 这回我是被你们弄服了 我跟人民 从此我站在一起了 三色灰就是我们国家的象征 三色灰是拉法耶特侯爵的构想 三色灰里头 这三个颜色白色代表波旁王朝在最中间 两边红色和蓝色都代表巴黎和人民 意味着巴黎和人民 紧密团结在以波旁王朝为核心的白条周围 三种颜色交织在一块代表了革命 象征着国王和巴黎人民密不可分 这三色灰 我服了 攻占巴士抵御 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让这些革命者陷入到了麻烦 起义决定了第三等级和国民议会的胜利 对吧 现在是没问题了 但是你别忘了 国民议会一开始 他想干嘛来着 他们不是想控制住事态 约束住起义者吗 可是这么一仗打下来 这群人彻底现在已经失控了 狂热的群众在攻陷了巴士抵御 这个之后展开了残忍的报复 是谁射杀了我们一百个同胞 是劳奈侯爵 于是把城堡司令劳奈和开枪的 为首的六名士兵 拖到这个广场上 残忍的杀害 当天晚上 巴黎原市长 德夫莱塞勒 走在街上也被报复性的割头杀害 原因是什么 说传说他曾经阻挠过起义者 武装起义 然后 劳奈和德夫莱塞勒和六名士兵的头颅 一起被游街示众 就只有头没有身子 多恐怖 一些人就认为 说这个好 公众复仇 正义 这就代表正义 让他们站在邪恶一边 谁让他们杀了一百个起义者 但是有另外一些人认为 在一个暴力社会中 群众 只不过是当局者的 用当局者的这手段 以比之道 还尸比尸 还尸比身 这个革命 现在杀是合理的 革命以后成功了 我们就不杀了 我革命就是要改变 这个充满暴力的社会 当然还有一小部分 非常理性的精英认为 无论你出于什么理由 杀人这种野蛮的行径 是不可原谅的 革命者应该为这些事情负责 很显然 你看 即便是在起义军的内部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所处的 阶层就不同 他们是从不同阶层来的 他们受到教育不同 如果是这个底层群众 他们肯定觉得 对吗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我就是正义 对吧 受过一定教育 他肯定认为 现在不好 未来会好的 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 改变血腥的现状 对吧 当然受我高等教育的人 他肯定会认为 你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杀人也是不对 你要负这个法律责任的 所以你看 因为本身来的层级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迅速就开始了分化 不过这还没完 更多的暴力事件接踵而至 7月22号 从1776年就开始担任 巴黎王室总督的 德索维尼 他想逃离巴黎 结果他逃脱路上被抓着了 他跟他的岳父 约瑟夫 亚克内科被解职以后 他担任了财政总监 然后现在亚克内科又回来了 所以他被解职了 德索维尼跟约瑟夫 两个人岳父 岳父跟 叫什么来着 女婿 是这两个人好 这路上被人给堵截 然后拖下马车 殴打至死 然后割头 然后他们的头也被传遍整个巴黎 这就是报复他们 传说出这两个人 为什么打死他们两个人 说这两个人就是什么呀 1788年和1789年的饥荒 就是由这两个人囤积粮食造成的 他们想延长饥荒的时间 削弱革命的力量 而且说复龙约瑟夫复龙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特别的招人恨 说如果穷人饿了 他们应该吃稻草 就因为这句话 头被割下来 然后传遍了整个巴黎 巴黎革命报 是最先报道这些史无前例事件的新报纸 有一个从波尔多来的年轻记者 他叫路斯达洛 他报道了 连他这样的革命者报纸的记者 他都把这一天叫做什么 令人惊恐和害怕的一天 他说复龙被斩首了之后 说他的嘴里的人 不是说穷人饿了 他应该吃稻草吗 复龙被斩首了之后 他的头颅被割下来 嘴里就被塞了一把稻草 然后你就想想 人民群众对他有多恨 极端的痛恨 这就是愤怒的人民 给他的应得的报应 我的上帝 这些野蛮人 说有一个人把贝利耶的心脏 从抖动的躯体里扯了出来 多么恐怖的场景 公民们 公民们我感觉到 这些叛乱的场景 让你们的灵魂备受折磨 像你们一样 我也被震惊了 但是想想 我们曾经被奴役的惨状 但是绝不要忘记 这些复仇人性 这些复仇人 人性尽尸 丧尽天良 就是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1789年夏天 从巴黎 到最小的村庄 都见证了整个法兰西 这个王权 这个欧陆上最强大的王权国家的 史无前例的崩解 在城市 那些在最后才由 那个路易十六下令参加国民议会的那些原生贵族们 他们也被迫离职 革命胜利了 你们既然不情愿 我们要你们干嘛 滚蛋 全都给清出去了 在农村和小城镇 人民 这个选举 对吧 因为有权力真空 这些人都被免职了 所以有权力真空 人民开始选举 各地夺权 然后同时就伴随着聚焦国家的税务 聚焦领主和教会的税收 抗税 抗捐 抗十一税 等等等等 这些行为 那我还叫什么 我都当家做主了 对不对 因为军队在人民的主权的感召下 他们这个时候也公开表示 我们要跟人民站在一起 司法机构也没法执行法律 你判他说犯法了 谁执行 没有军队 国家和贵族已经不好使了 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法国乡村 整个农村地区就弥漫着一股 期望威胁恐惧交加的这个氛围 攻占巴尔里域的这个消息传出之后 这个人民是最恐慌的 为什么 他们担心贵族会报复他们 他们担心贵族贵族有钱 有人 对吧 他们过去那么牛 他们要是组织部队 杀我们怎么办 一边是因为经济危机变得一贫如洗的人们 成群结队的在这个乡间道路上游荡 另一边是焦急饥饿的农民 正在等着新作物赶紧成熟 那些流浪汉就成了农民关注的焦点 这些流浪汉 他们是不是那些心怀鬼胎的贵族 派下来分化我们的呀 偷我们的粮食 害我没有口粮 削弱革命的力量 他们是不是来干这个的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害怕 他们怕贵族报复 他们怕贵族出兵报复 他们怕贵族渗透他们 派这些人过来渗透他们 所以当大家害怕 那很简单 就解决掉这些让我们害怕的人 于是七月下旬 出于对这些外来人的恐惧 村民们用农具做武器 组建了乡民武装 然后整个乡村开始了什么呀 猎屋行动 就是找流浪汉 谁是流浪汉 就是贵族的走狗 咱就给他打死就完了 所以这些人 很多人都莫名其妙 正顺顺顺叫呢 突然原地就去世了 死了都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死的 所以这些人都被异想成了什么呀 贵族派来的强盗 零星六个地方 出现了什么 大规模的猎杀外来人的这个举动 这些外来人来了 来到乡村以后 就很多人就说 说他们破坏粮食 破坏庄稼 破坏粮食 烧骨仓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恐慌 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 那你想想 这农村 那就基本上就完全乱了套 很多地方事件 其实只是村民强迫特权阶级 和他们的代理人 交出食物和酒 有的时候还会出现 这个几个新特征 比如说什么 找到你过去封建 那个税租账本 公开羞辱地主 他们家 对吧 于是 越怕报复 杀越多的人 对吧 你杀越多的外乡人 越怕什么 外乡人报复 越杀人越怕报复 越杀人越怕报复 为了怕报复 就要杀掉更多的人 于是史无前例的恐慌和后果 这就被称为1789年夏天的大恐慌 村民们警钟敲响 教室吧 全村的男人和男孩都集中起来 每个人都拿着武器 少数人还发了枪 其余的人能找到铁叉铁锹 甘草叉 每个人都带着一个三色灰 人民 对吧 我们革命了 然后在乡间四周巡逻 这一次是农民参与民主议题 是提草陈情书之后 这是大部分村民参加的第二次重大的革命行动 在提草陈情书的会议上 教士们名义上 他们是忠于国王的 对吧 但其实教士们地方教士都很激进 他们其实代表第三阶级 但是他们在名义上还得忠于国王 隐藏了他们激进的主张 还比较收敛 但这一次这些底层教士 他们站在了攻击封建制度的最前线 他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后果 在里昂网东的布雷斯 和比热周围的山区 领主的城堡被围攻 这个时候距离攻占巴尔底域的消息 那消息还没有传到 布尔格呢 还没传到这来呢 他们就已经开始攻击领主的城堡了 贵族们要复仇的风声一过 布雷斯很多的村庄 农民就找到 焚毁了当地的封建 租税账策 说什么呀 说有头衔的都是领主 都是地主 这个地区现在已经变成了整个德国的恐惧和谣言的翻缘地 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7月25号 从12个村庄来的800多个农民 直接袭击了布尔格附近 这个序尔比斯修道院 然后把这些 让这些僧侣们把这个所有的政策全都拿出来 然后一把火烧掉 洗劫了修道院的地窖 第二天他们在修道院的中间立了一个绞刑架 说什么呀 这些僧侣都应该死 把这些僧侣都应该绞死 最后这些僧侣 他们因为这 他们毕竟这是民兵嘛 对吧 没有什么组织纪律 所以这些僧侣趁乱 趁他们抢劫的乱 就跑到了附近的森林里 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7月底的时候 索恩河谷的城堡已经被洗劫和焚毁了 这其中包括塔利朗侯爵的色诺赞城堡 这色诺赞城堡现在又给附建了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在法国比较大的一个城堡 暴动的农民抢到了大量的食物 酒和钱烧毁了过去的账簿 是吧 整个国家翻天了 拥有大片土地和各种封建权利的修道院 他们一下就成了众矢之地 大概有这次骚乱 大概有160名强盗 最后被捕 但是大多数人声称 就是说我们只是被人群卷 我们也不知道刚刚干干嘛 我们觉得挺热 我们就跟着走了 都说是革命党 我们就跟一块参加了 说我们也不想进行破坏 少数人承认 说我的目的就是抢钱抢粮 抢娘们 我就是要摧毁修道院 我就是要摧毁修道院跟城市 我要确保这些11岁 以后他们再也不收 我要把领主都打死 这样他们就没有人跟我收11岁了 爱国者们在震惊之余 突然发现事情已经完全失控了 这跟三级会议 当时涉项国民议会 当时涉项的起义完全不一样 对吗 所以他们开始下定决心 重建秩序 他们需要赶快建立一个什么 应急委员会来主持全国的革命 你们不能再这样了 那么想恢复秩序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杀掉这些起义军 于是在这次骚乱之后 就27个人被绞死 当然这才只是应急委员会杀人的开始 他们怎么继续恢复秩序 我们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再告诉你 法国大革命最血腥的篇章就要来了 感谢你的收听 不管你在哪个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希望你多留言 多点赞 那么我们把时间留给豆鱼直播店的弹幕 感谢观看